接下来是我们以海陆风当范例来解释大气怎么样透过斜压力管向来产生环流 那这边就是产生海陆风环流 那就是会应用到泰文环流定理 下面这个是海陆风的垂直剖面一个示意图 右半边这里是陆地 然后左半边这里是海洋 实现横的这种实现这里 我用黄色标的这个是等压面 所以这里上层是P1 然后地面这里是P0 另外还有斜斜的虚线 我们底涂画的是黑色虚线 那我用绿色虚线再把它强调一下 这个是等密度面 isopignal surface 在陆地上白天的时候会比较暖 然后海面上这里是比较冷的 根据精力平衡方程的话 在比较暖的地方两个等压面之间的厚度会比较厚 所以在它这边是画的比较厚一点的 然后海面上的等压面之间的距离是画的比较薄一点的 那在比较暖的地方空气密度会比较低 比较冷的地方空气密度会比较高 那我们这个等密度面是越靠近地面是 那个直是越大的 等直线代表的数值是越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在同样的高度 这里是密度比较小的 然后到海面上这里同样高度的空气 这里密度是会比较大 没有错 所以这个等密度面是往路定那个地方倾斜的 那等压面的话是高层这边是往海面这边倾斜的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斜压大气的特征 你的等压面和等密度面是有交交的 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这种情况 好那红色箭头化这是等一下会引发的海陆风环流 所以我们在数学上我们要怎么样 由凯文环流定理去证明海陆风的风向 就是像这个红色箭头化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算说 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可以建立海陆风 我们在定义上来讲呢 风数至少要达到三个NOTX以上 我们才会叫它是海陆风 所以我们可以去算说到底经过多少时间 可以建立足够强的环流 然后让它强到可以是成做海陆风 好那我们现在看数学上我们怎么证明 那个海陆风的风向 这就是凯文环流定理 等号左边是那个绝对环流水时间的变化 然后中间这里是斜压力管向 底P除以Low就可以利用状态方程把它改写成RT除以P 那这里有底P分母有P 所以我把它并到那个微分符号里面 就变成D natural log P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积分 它的环流就是这个刚刚画那个红色的那一圈 那我们可以从右下角这个点开始 从P0积分到P1这一段 然后其实你还要从P1再积分到海面上 就陆地上的P1积分到海面上的P1这里 那因为这一段是在等压面上 所以它其实积分的过程会是零 因为你是D natural log P 那这边是不会有变化的 所以这一段你可以不用写出来 它会是零 再来就是积分P1到P0海面上的就是这个的第二项 P0积分P1到P0 P1到P0这一段 那再来就是地面上的 从P0海面上的这个P0的点 积分到陆地上的P0的这个点 这样就完成一个环流了 那一样就是地面上的这个是在等压面上 所以也是积分以后也会是零 所以这个项我们也不写 那所以环积分实际上是只要积垂直的这两个路径就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积分把它写出来 所以R放到外面来 那这个T的话T2是比较暖的这边 那上面有个bar表示是这个P0到P1之间的平均温度 所以这一段我们写T2bar 然后海面上这一段是T1bar在这里 那把它这个积分展开来之后呢 再整理一下就会变下面这个东西 所以P0一定会比P1大 就是Naturolog然后P0出于P1 这个会是正的值 然后R也是正的值 那后面这里会变成T2bar减掉T1bar 那因为T2是比较暖的 所以这个相减之后也会是正的值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个积分之后的结果一定是大于零的 所以它一定是反中向环流 反中向环流就是这样子转的 逆时针转的 所以你就可以从数学上证明海陆风的风向 再来第二部分 海陆风的接力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因为环流的定义就是切线速度乘上环流的周长在这边 那所以我把它C这边 我们就用这个来写DL就是这个周长 这个放到上面这个等号左边这里之后 你会变V乘以DL 那我们把DL移到等号的右边放在分母这里 所以就是这个 大写的L就是在这边 海陆风在横的方向上的距离 或是你说尺度 然后垂直的话其实陆地上跟海面上是不一样高的 那我们现在只是在估算而已 所以我们就取它们的中间的平均的高度 就是这个小H 那所以它实际上的周长呢 就是小H加大L 然后两倍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个DL真的去估的话 它是这么大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一些数字 P0我们可以给1000好吧 P1可以给900好吧 因为海陆风通常是一个 在边界层之内的 尺度比较小的风场 那L的话 它的尺度大概是20公里 那这个H就是边界层的厚度 所以是1公里左右 那T2跟T1 陆地跟海上的温差 假设是10度C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字通通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算出海陆风的切线加速度了 那你知道加速度 然后也知道说你的那个风数要从0 加速到3个Nuts 那你就可以去算 这样大概需要几分钟 那这个就留给同学自己去算 这两个数字让同学自己 你就按按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出来 要这样的法律 请您 group下 criteria に行 明主吧 对 如果您的感谢